Jack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非常没有诚意 没有能力 然后非常敷衍的状态 三吹事情之下 终于好不容易 请出了这企业非常没有诚意的 不太好意思称它为计划书 就是企业的简报档 去掉封面跟封底 事实上只有五页 那里面语焉不详 不太知道里面在讲些什么东西 看到有房子 知道要放烟火 好像要请哪一些艺人来表演 事实上真的是在 侮辱新竹人的智商 那这个有人在帮助他处理这些事情 就可以完全跳过议会的监督 跳过这些相关的法律的监督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市政 我们大家都很期待的跨年晚会 就这样泡汤了